满满的水母海上飄有各种颜色 黄色 蓝色 紫的 棕色最多还是白色透明 鱼蜜手上拿起水母有如一大朵鲜花 维内瑞拉一个渔村出现不寻常的大量水母群 在阿拉瓜州蓝绿色的海水里 这种超现实的景象要归因于气候变迁 这种水母叫做炮弹水母 每年1月至5月间 在维内瑞拉很常见 其体积之大以至于鱼网里都装满了这些球形生物 鱼货也因此大幅减少 环境部认为水母大量增加的原因是气候变迁 以及鲨鱼 海龟等天敌减少 是一种特殊的活动 是完全状态的 在年代前有几个人 环境部指出炮弹水母不会对人类造成危险 但与皮肤接触可能会产生些微毒性 因此建议避免接触它们 虽然原因上不清楚 但这种大爆发还可能受到海水温度上升的影响 环境部官方Instagram网页上指出 也可能是因未经处理的工业和生活用水 或碳氢化合物排放所造成 导致这些物种食物的供应量增加 但真正原因需要进行大量研究才能确定 大爱新闻 吴桂正编译